全职猎人中美墙惨的天花板 应该就是库拉皮卡了 世界上最后的火红眼战士 凭借着一枪孤勇 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上 举举前行 他活下去的唯一精神之助 就是复仇 就算不惜任何代价 也要杀掉旅团 带着这种纯粹的恨意 库拉皮卡来到了我们眼前 然后他遇到了小杰 奇亚和雷欧利 经历了猎人考试 有个新式大复仇和继承战 再看如今的库拉皮卡 他真的变了很多 可以说每经历一次变故 库拉皮卡整个人 都会有天翻地覆的改变 完全不像小杰那样 几乎毫无长计 不过即便如此 库拉皮卡依旧还是库拉皮卡 能让人感受到 现在的库拉皮卡 与之前的库拉皮卡 还是同一个人 一开始的考试片 库拉皮卡虽然看起来冷冰冰的 但在冷冰冰的虚假外表之下 还是能看到他相对开朗的性格 只是因为巨大的仇恨影响 让库拉皮卡将开朗隐藏了起来 可在有个新式片 库拉皮卡已经不带一丝微笑了 整个人处于完全阴影的状态 后来他穿上西装 以黑帮大佬的身份 出现在继承站中 虽然依旧十分年少 然而在他身上 已经很难看到曾经的青涩 而最后看库拉皮卡的追忆片 却更让人心疼 曾经那么阳光灿亮的小孩子 经历了多少心酸 才能变成如今的模样啊 库拉皮卡是一个 不断成长的角色 从一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少年 变得越来越有诚服 从以前的爱憎分明 变成如今的喜怒不形于色 从满脸稚气的小孩子 变成了冷静持重的上位者 库拉皮卡好像变得让人不认识了 可当他温柔地抱起十四王子 眼神里流露出的温情 让人知道 其实他从来都没有变过 所以 让我们沿着库拉皮卡成长的足迹 一起感受库拉皮卡的变化吧 库拉皮卡是库鲁塔族的小孩 他跟另外128名族人在一起 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密林里 他们之所以隐藏起来 就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与众不同 每当情绪激动的时候 他们一族的眼睛就会变成非红色 如同有火焰在眼睛上跳动一般流光溢彩 这样美丽的眼睛 被称为世上七大美色之一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他们族人也就因此成为了被迫害的对象 为了保全血脉延续 他们也只得隐居在与世无争的森林里 与外界彻底隔绝 无数库鲁塔族的人 就这样度过了一生 但年幼的库拉皮卡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不能到外面去生活呢 不过库拉皮卡一开始也只是有些不满 觉得在森林里生活憋闷 直到那一年 库拉皮卡遇到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女孩 生活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天 库拉皮卡和好友派罗在森林里玩 发现了一个女孩子晕倒在草丛里 两个人都不认识那女孩 显然 她是外面的人 还说着他们都听不懂的语言 虽然听不懂女孩说的话 但是看着女孩的举动 两人也明白了 她是想喝水 于是立即给女孩灌了满满一水囊的水 喝了水的女孩宛若重获新生 女孩名叫希拉 她很感激库拉皮卡和派罗 还将随身携带的一本 以猎人为主角的冒险传记 送给了这两个少年 两个孩子提心吊胆地收下了这本书 这可是违规的大事 一旦被发现 他们跟外人有来往 还收了外面的东西 恐怕会被长老惩罚的 可孩子们还是找了个山洞 让希拉住了下来 希拉是一个十分貌似的女孩 她的脚受伤了 每次伤口快好的时候 都有本事把自己再次弄伤 来看望她 听她讲一些关于外面的故事 终于有一天 希拉的伤彻底痊愈了 她没有跟库拉皮卡他们告别 只是留下了一封信 希望有朝一日 能在外面的世界 与库拉皮卡和派罗重逢 她也会努力争取早日成为猎人的 此时的库拉皮卡和派罗 已经能熟练地看懂外面的文字了 看着希拉留下来的信 库拉皮卡对外面的世界更加期待 所以库拉皮卡终于忍不住 去见了族中的长老 恳求她同意自己可以出去闯一闯 可刚开口 库拉皮卡的要求根本不符合规矩 库拉皮卡十分生气 觉得长老是个老古板 整天守着所谓的规矩 根本不知道变通 更不懂年轻人向往自由的心 然而无论库拉皮卡怎么说 长老就是不松口 还说库拉皮卡是小孩子不懂 库拉皮卡真的气急了 他决定不再听从长老的话 你不让我出去 没关系 我可以乱来啊 长老最后只好警告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想怎么做都行 但是你要是破坏了规定偷跑出去 可别忘记 你的家人还留在这呢 这可是明晃晃的威胁 库拉皮卡又气又无奈地离开了 其实不光是长老 就连其他族人 也都不理解库拉皮卡 为何对外面的世界那么执着 外面的世界有什么好的 我们一族不正是因为外面的骑士 才不得不搬到这里与世隔绝吗 再说 也不是完全不允许族人出去啊 等孩子们长大成人 就可以获准出去闯荡了 不过到时候 可能就算长老同意 很多人也不愿意出去了 这个森林对大家来说 就是最好的 从来没有人私自走出过这片森林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样出走就是严重违规 会受到严苛的惩罚 只是没人知道 惩罚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库拉皮卡十分沮丧地走出长老的屋子 迎面遇到了好友派罗 派罗一下就知道了库拉皮卡又失败了 其实他也不知道 库拉皮卡为何对出去这么执着 失败了这么多次 还不肯放弃 自己虽然也想出去 却也只能面对现实啊 库拉皮卡也是一身反骨 你越不让我出去 我就越向我外面的世界 他问派罗是不是也想出去看看 说实话派罗是想的 但他也知道 自己的腿脚和眼睛都不好 出去就是给人拖后腿的 再说了 他也不想给家人添麻烦 所以想想就放弃了 库拉皮卡还是气鼓鼓的 他觉得长老是看不起小孩子 凭什么大人就能出去呢 小孩子就不行呢 库拉皮卡越说越气 眼睛也变成了火红色 派罗感觉到库拉皮卡的变化 突然就明白了 他告诉库拉皮卡 我们一生气 眼睛就会变红吧 但是外面的人可不会这样 派罗曾经问过自己爸爸为什么 爸爸说外面世界的人 会歧视与自己不同的人 甚至还会欺负我们 长老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不被欺负 才会立下必须成为大人 才能外出的规矩 派罗说完之后 还想再劝劝库拉皮卡 可不料库拉皮卡 早就一阵风势的跑开了 真是个风风火火的性格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控制得出自己的情绪呢 一出去 就会被人认出与众不同的 这时候的库拉皮卡 与后来参加考试的 那个少年判入两人 拥有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天真和冲动 这一点倒是和小杰很像 突然有一天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库拉皮卡发现 自己珍藏的那本 猎人传记不见了 他立刻意识到 可能是长老偷走了 果然 库拉皮卡猜的没错 长老自己也看了那本书 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确实是一本好书 上面全都是梦想和勇气 看得他这一把老骨头 都热血沸腾了 只是那终究还是故事 他们骷鲁塔族想要出去 需要经历的磨难 远比普通人多得多 而长老也是被库拉皮卡 缠得实在受不了了 最终同意 给库拉皮卡一个考试的机会 只有通过外出测试 才能获准离开森林 父母看着努力复习 准备迎接考试的库拉皮卡 心里十分不安 不知道这孩子这么做 是对还是错 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有多少危险等着库拉皮卡 可库拉皮卡却觉得 大家过得太小心翼翼了 虽然以前有人狩猎火红眼 但那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人 不会再把火红眼的人 当成恶魔 只是长老不停地渲染 这种恐怖气氛罢了 实际上 外面早已经日新月异 我们已经非常落后了 让库拉皮卡最不爽的 就是手机 现在只有长老他们 才有手机 为什么大家就不能 拥有自己的手机呢 库拉皮卡决心要通过考试 再也不听这些老顽固的唠叨 他要亲眼去看个外面的世界 过丰富多彩的人生 父母虽然担心库拉皮卡 但最终也没有阻止他 终于到了测试那天 库拉皮卡信心满满地 站在长老的屋子外面 很多族人都在附近晃悠 想看看库拉皮卡 测试的结果如何 测试开始后 长老告诉库拉皮卡 这次一共有三项测试 全部通过了 才算合格 第一项测试 就是语言测试 想要踏入外面的世界 就需要掌握公用语言 必须听说读写 都没有问题才行 考试90分以上 才算合格 长老随即给库拉皮卡 拿来了试卷 没想到库拉皮卡 只用了三分钟就搞定了 他不光交出了100分的试卷 甚至还看出了 卷子上的一些拼写错误 简直比老师还厉害了 第二项测试 是普通常识 这也是很正常的题目 想融入外面的社会里 自然不能不了解 大家都知道的常识 结果库拉皮卡 还没得到考官发问 自己竟然开始 给考官出题了 要知道希拉 是一个十分健谈的女孩 她每天跟库拉皮卡 他们讲的内容很多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间还有人情世故 所以库拉皮卡 现在已经是个万事通 老师提出的问题 而他提出的问题 老师想破了脑袋 也不知道答案 于是第二项考试 库拉皮卡也顺利合格了 负责考察库拉皮卡的老师 甚至自行惭慧 觉得自己还不如一个 从来没有出去过的孩子 知识面广 接下来就是第三项测试 这项测试才是重中之重 因为关系到 整个库鲁塔族的命运 长老拿出一瓶 特制的眼药水给库拉皮卡 表示从古至今 他们库鲁塔族 无数次因为火红眼 遭受到歧视和攻击 被各种误会和污蔑 因此他们才不得不 隐藏于此 所以就算库拉皮卡要出去 也必须掌握 能控制火红眼的办法才行 一旦滴上这个眼药水 库拉皮卡将开始 24小时的试炼 库拉皮卡需要去 附近的镇上买日用品 如果能在24小时内 坚持眼睛不变红 并且平安买的 要买的东西回来 就算通过测试 如果要是眼睛变红过一次 就算情绪平复下来 在眼药水的作用下 眼睛还是会维持红色 而一旦眼睛变红 就等于第三项测试失败 此时库拉皮卡 只听到了要去外面的镇上 他兴奋得不得了 长老随后还让库拉皮卡 挑选一个搭档 这样万一有一个人出事 另一个人还能回来报信 不过如果搭档的眼睛 也变红了 也算库拉皮卡不合格 所以挑选搭档一定要慎重 然而长老话音未落 库拉皮卡就选进了派罗 长老十分郁闷啊 库拉皮卡到底 有没有在听自己讲话呀 你们是要去镇上 采购大量生活用品 这是一个体力活呀 你找个残疾人跟你一起去 可是库拉皮卡 不认为派罗无法胜任 他还跟长老放出狠话 如果跟派罗一起去的话 不管是什么结果 他都不会后悔 行吧行吧 你不后悔就行 长老已经疲惫的 一句话都不想说了 派罗也是震惊不已 他知道 这是库拉皮卡 想要让自己也体会一下 外面的世界 而转眼间 库拉皮卡和派罗 就滴上了眼药水 高高兴兴地 骑着路行鸟出发了 离开树林后 他们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派罗仔细看了 那个购物清单 要去买东西的地方非常远 就算是骑着路行鸟 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 也要十几个小时 这样他们就没有 睡觉的时间了 库拉皮卡于是决定 轮流休息 这样比较省时间 他照顾身体比较弱的派罗 让他先休息一阵 其实库拉皮卡 对派罗一直有 很深的歉疚 因为派罗的眼睛和腿脚 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都是为了救他 小时候库拉皮卡 从悬崖上掉下来 是派罗不顾安危 伸手拉住了他 最后两人一起坠崖 库拉皮卡毫发无伤 可派罗的眼睛和腿脚 就伤得很重 后来派罗的眼睛 就一天比一天差了 库拉皮卡那么想 去外面的世界 也是想给派罗 找到好医生 治好他的眼睛和腿 两个从没出过门的小孩 终于到了小镇的集市上 集市其实并不大 站在集市头 一眼就能看到集市尾 但是这对于 从来没有出过门的 库拉皮卡和派罗来说 已经是超级大了 人更是超级多 他们库鲁塔族 一共才一百多人 这个集市上的人 都远远超过这个数 库拉皮卡兴奋极了 看什么都觉得好奇新鲜 派罗在一边提醒他 你不要太兴奋哦 万一你眼睛变红 测试也就失败了 现在还剩下17个万小时 要赶紧去买东西才行 两人随后来到了百货商店 看到了这么大的商场 库拉皮卡的眼睛都直了 派罗拿出了自己的存钱罐 他打算买完规定的日用品 还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两个小孩随即分头行动 库拉皮卡还有点担心派罗 毕竟他的眼睛和腿脚都不好 可派罗让他相信自己的伙伴 库拉皮卡于是也不再多想 推着购物车就去采购了 当库拉皮卡推了一大堆东西 在货架中间穿梭的时候 不少人都看着他窃窃私语 库拉皮卡吓坏了 以为自己的眼睛红了呢 赶紧照镜子才发现一切正常 实际上就是大家看他一个小孩子 要买那么多东西 觉得奇怪罢了 然而另一边派罗就没那么顺利了 他眼睛不好 不小心撞上了一群混混 被他们推倒 东西也撒了一地 库拉皮卡发现后赶紧跑过去 却被不良们围在当中 围扯的混混还告诉库拉皮卡 刚才他们在吃冰激凌 被派罗撞了一下 导致自己的高档衣服弄脏了 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吧 旁边一个老大爷看不过去 出来打抱不平 明明是你们欺负那个孩子 现在还倒打一趴 这些混混自然不会听这些 他们就是要欺负两个小孩子 派罗想稀释宁人 赶紧跟他们道歉 可这些人却逼迫派罗给他们清洗肺 否则不会善罢甘休的 派罗于是只好将自己的存钱罐拿了出来 结果几人看了一眼就哈哈大笑 就这么撒瓜两枣 就想把我们打发了吗 他们嚣张地将派罗的钱 倒在地上一脸不屑 库拉皮卡愤怒了 但派罗就在一边不停地安抚他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绪 千万不要变成火红眼啊 派罗说尽量道歉 恳请原谅才是正理 损失点钱不算什么的 派罗再次诚恳地道歉 库拉皮卡也强压着火气说对不起 他虽然很愤怒 但知道不能浪费了派罗的一番苦心 看着两个孩子这样 周围的围观群众也不满了 纷纷表示别欺人太甚 人家孩子也没做错什么呀 在舆论的压力下 这些人最终牛气哄哄地离去了 这时库拉皮卡和派罗再长出一口气 太好了 他们没拿走地上的钱 两人于是一边把钱捡起来 一边对周围的围观群众道谢 要不是有大家的帮忙 今天他们就麻烦了 同意顺利买好了一车日用品 趁着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霍拉皮卡想在镇上逛逛再回去 可派罗却觉得说不定一会儿变天呢 再说 他们拿着这么多东西 去逛也不合适啊 其实派罗更怕的是刚才的人来报仇 霍拉皮卡觉得派罗说的有理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 两人正打算我回走 就看到了百货公司里遇到的那三个混混 他们就在出阵的必经之路上等着他们 这次他们不要清洗费了 此路不是我开 此树不是我栽 但你们要想从此过 就是要留下买路财 霍拉皮卡他们不想给也没办法给 因为他们现在身上没钱了 钱都用来买了日用品 货货们也没失望 索性就表示 既然没钱 就把货物留下底债吧 这时派罗没说话 拿出手机就按下了按钮 为止的混混头子眼前一亮 哎呀 有这么好的手机还说没钱 真是太谦虚了 快把手机也交出来吧 派罗很礼貌地表示 稍等哦 我正在跟警察打电话 我想问问警察叔叔 这里出阵子是不是要交过路费啊 混混们一下就慌了 天巧这时有两个行人路过 看着那几个人围在这里 就一边往他们这边走 一边询问出了什么事 混混们不敢久待 着急想讲派罗的手机就是 好在库拉皮卡和派罗 早就调整好身位 在混混们发难的瞬间 两人快速后退 掉头就跑 结果派罗才跑没多久 居然就被什么绊倒了 实际上就是为首的混混搞的鬼 看有人过来 为首的混混似乎也不敢抢他们东西了 只得过过嘴瘾 他惋惜地说 库拉皮卡还真是辛苦呀 一天到晚看着这么一个废物 你活得开心吗 听到这话 库拉皮卡立即怒火中烧 打他骂他都可以 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诋毁派罗 库拉皮卡最终跳了起来 狠狠打在几个混混的脸上 几个人都是嘴把式 根本不是库拉皮卡的对手 库拉皮卡几下就将他们打得 纷纷趴在地上求饶 可库拉皮卡还是不肯放过他们 此时 他的眼睛已经变得火红了 但库拉皮卡并不在意 考试失败了还可以再考 但是人现在不打 可就没机会了 他现在不需要这些人道歉 只想疯狂地教训一下他们 把心中的愤怒发泄出来 几个混混都可被打哭了 这一年都赚点钱真不容易啊 他们最终跟库拉皮卡坦白 前几天 有个老头来找我们 说只要能激怒你们 就会给我们一笔钱 真的 只要激怒就可以 我们也没做什么呀 只是想赚点钱而已 至于这么大罪过嘛 而他们一形容那怪老头的模样 库拉皮卡就知道 是长老 想到那糟老头的竟如此猥琐 库拉皮卡更生气了 混合们哭着给派罗道歉 对不起啊 我们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是那老头告诉我们这么做的 一定会激怒你们 我跟你们赔礼道歉了 结果派罗这时 却让他们给长老打电话 还有他们告诉大长老 不管怎么说 他和库拉皮卡都没生气 混合们于是赶紧打电话 现在只要不挨打 让他们干什么他们都愿意 电话打完了 混合们跪在地上忏悔 恳求库拉皮卡放过他们 而就在这时 一个小狮子砸在库拉皮卡的头上 库拉皮卡回头才发现 之前那些曾经给他们生缘 帮助过他们的人 全都一脸愤怒地看着他们 甚至刚才 还一脸慈爱地安抚他们的婆婆 此刻也大骂他们是红眼镜怪物 刚才的石头就是他丢的 他让库拉皮卡他们赶紧滚出这个镇子 还有人惶恐地盯着 库拉皮卡的火红眼瑟瑟发抖 认为他们接下来就会把整个镇子里的人都杀掉 库拉皮卡这才知道 就算是几百年后的如今 人们还是无法接受火红眼的存在 库拉皮卡最终和派罗带着货物黯然离去了 路上派罗不停地安慰库拉皮卡 他们族的人一激动就会变成火红眼 而变成火红眼的时候 就会失去理智 力量也会特别大 所以其他人才会觉得 他们是红眼镜的怪物 他会怕他们呢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派罗希望库拉皮卡不要太难过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相较于库拉皮卡 派罗的心性更为成熟 现在的库拉皮卡单纯就是一个向往自由 满腔正义的热血少年罢了 不过虽然有着派罗不断地安慰 库拉皮卡却反而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想法了 是不是真的不应该离开森林去外面闯荡呢 派罗让他不要多想 既然已经通过测试了 那就开开心心地去外面走走看呀 把今天这件事当成反面教材 编册自己也是好的 库拉皮卡忽然有些黯然 自己已经变成了火红眼 所以这次测试 结果这时派罗告诉库拉皮卡 你的眼睛已经变回去了呀 库拉皮卡一脸懵逼 自己不是点了眼药水了吗 派罗于是告诉他 其实在点眼药水的时候 自己悄悄将眼药水瓶子掉包了 他们滴的其实是他治疗眼睛的药水 并不是长老给的那个 所以现在库拉皮卡的眼睛 早已经恢复成原本的颜色了 库拉皮卡真的是惊讶又惊喜 派罗和库拉皮卡回家以后 长老尽管很不愿意 还是给了库拉皮卡无限期的外出许可 他还将派罗眼睛和腿的症状详细写了出来 他知道库拉皮卡就是想给好朋友找医生治病 有了这个症状 医生能更准确地判断派罗的病情了 库拉皮卡十分感动 终于明白 其实大长老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呢 这天一大早 库拉皮卡就收拾好行装出门了 家人跟在后面不断叮嘱 派罗也来送他离开 库拉皮卡是第一个走出森林的孩子 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顺遂 库拉皮卡也满怀希望地表示 自己一定要找到医生治好派罗的病 之后两人就可以一起旅行了 派罗则又像一个大哥哥一样提醒库拉皮卡 不要忘记到外面的初衷 你是因为看了那本猎人的书 才想出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的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帮我找医生 而忽略了周围的风景 别忘了 享受旅程才是最重要的 派罗最后跟库拉皮卡约定 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 自己快乐吗 如果真的快乐 那就真的不枉费出去走一遭了 库拉皮卡最终离开了 外面有太多精彩等着他去探索 可家里还有爱他的家人和朋友等待着他 这一刻的库拉皮卡内心惆怅满志 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然而他没想到 那天的一别竟然就是永绝 六个星期后 库拉皮卡就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 骷髅塔族惨遭屠杀 发现者是一名在森林中迷路的女性 她发现128名村民全部遇害 从被害现场发现 每个家庭的家庭成员 都被放置成面对面坐着的姿势 体内被力气刺入 头部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就被砍了下来 所有纯种库拉皮卡族的眼球都被挖了 那些嫁到库拉皮卡族的女人 虽然没被挖眼睛 但身上的伤痕 远比库拉皮卡族的人多得多 小孩也同样伤痕累累 他们都是遭到了虐待后 才被杀害的 可以推测出 凶手正是通过虐待这些女人和孩子 来激怒库拉皮卡族的人 让他们的眼睛变成火红色 然后再将他们的眼睛挖出来 之后再将他们斩首 据说这样圣怒之下被挖出的眼睛 能长时间的保持着最火红的颜色 在黑市能够卖个好价钱 而被杀的尸体附近 留下了一行凶手的留言 我等不惧一切 故而勿从我等身边夺一分一毫 这正是幻影旅团的标志性留言 于是从那一刻起 库拉皮卡的幸福少年时光结束了 她的人生从此只剩下了一件事 就是灭掉幻影旅团 为族人报仇血恨 其实在库鲁塔族的悲剧中 不得不说希拉是其中的关键角色 希拉闯入库鲁塔族隐居的森林之后离开 很可能就是她暴露了库鲁塔族的位置 导致了库鲁塔族族灭 有些人甚至因此认为 希拉是库鲁塔族灭族的元凶 就是她引来了幻影旅团 因为根据之后黑暗大陆片的故事 希拉出身流星街 从小就和库鲁塔族他们认识 还和自己的好友萨拉萨 一起参加了库鲁塔族间的配音社 要知道就是萨拉萨的惨死 促使了旅团成立并黑化 希拉虽然没有参加旅团 却很让人怀疑能够身心健康地成长到现在 不过这里还是相信 希拉至少不是故意的 否则她不可能在森林里待那么久 还把自己心爱的书给了库拉皮卡 也不可能事后爆出库鲁塔族灭族的消息 另外 关于旅团是这起残酷事件的元凶 除了那张纸条 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旅团成员也没有一个人正面承认过 总之这一切 只能等老贼亲自解答了 经历了灭族之重的库拉皮卡 心中充满了仇恨 性格已经比在山林中沉稳了许多 她不再是疯疯活活地抱脾气 收起了以前不顾后果的冲动 更多的时候 选择沉默地观察周围的人 脸上也没了那么多肆无忌惮的笑容 但毕竟以前被养得太善良 所以从本质上 还是一个纯洁的小天使 尤其是在遇到小杰和雷欧丽之后 尽管库拉皮卡很努力地 想让自己冷酷冷淡冷漠 可当小杰和雷欧丽对他释放了善意之后 从小杰受到的教育 让库拉皮卡无法冷漠视之 别人对他牵绑好 他想投桃报李 用万般好去回馈对方 这就是善良的库拉皮卡 在背负着血海深仇的时候 还能不被仇恨蒙蔽双眼 保持着最纯真的本心 在新版中 库拉皮卡的初登场 是在红鼻子船长的船上 当所有人都晕穿晕得 跟磕了君子的狗一样时 只有小杰 雷欧丽和库拉皮卡 保持着清醒 小杰和雷欧丽就不提了 库拉皮卡竟然还在看书 大家都知道 在摇晃的东西上 看书本来就容易晕 库拉皮卡的表现 让红鼻子船长都大为震惊 红鼻子船长询问 三人为何想成为猎人 库拉皮卡并不想说明 自己真正的身份 距离灭族已经过了四年 此时的库拉皮卡 在外面的世界 漂泊了足够长的时间 知道了人们对火红眼的歧视 更不想揭开自己的伤疤 可红鼻子船长 无奈之下 库拉皮卡只能说出 自己是想为死去的族人报仇 果然 一听说库拉皮卡是骷髅塔族 雷欧丽就摆出了一副厌恶的神情 还说库拉皮卡的血统是肮脏的 库拉皮卡不能忍 当场就跟雷欧丽翻脸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出船舱 非要在甲板上决斗一场 此时狂风暴雨席卷而来 海面上更是有恐怖的海龙卷越来越近 红鼻子船长不敢掉以轻心 他亲自掌舵 让所有水手都去甲板上 加固围杆收起船帆 一个水手不小心被狂风卷飞 直接落向大海 这要是掉下去 必然尸骨无存啊 正在甲板上决斗的库拉皮卡和雷欧丽 顾不得私人恩怨 一起冲过去想抓住水手 可还是差一点 好的小杰也冲了过来 三人合力总算救下了水手 也因为这场闹剧 让库拉皮卡和雷欧丽冷静了下来 两人兵士前嫌言归于好 自此奠定了铁三角的友谊 三人的品行和能力 得到了红鼻子船长的认可 因此全部通过红鼻子船长的测试 到了多雷港的时候 红鼻子船长还叮嘱他们 往一个大山树下面走 那里就是下一项测试的会场了 想要到达大山树下面 就要经过一个小镇 快问快答婆婆正守在那里 他会给每个参加测试的考生出题 出题规则就是快问快答 如果回答令他不满意 或者超时不作答 轻则不能参加考试 重则就要丧命 之前一个投机许小的家伙 一直跟在库拉皮卡他们身后 轮到快问快答婆婆出题了 他就十分嘚瑟 冲上前表示 愿意先一步回答婆婆的问题 婆婆问他 老妈和老婆同时掉入水里 你救谁 那小子自作聪明 还以为快问派答婆婆这个年纪了 肯定情感上偏心于母亲呢 于是就说肯定先救母亲 因为母亲是唯一的 而老婆没了 还能再找一个 婆婆没说啥 静止让他离开了 可是没多长时间 他们就听到了一阵惨叫 其实就是那个男人被野兽吃掉了 那根本不是一条生路 琉丽本来十分生气 根本就是找茬 他提出的问题 根本没办法用一句话 快速地回答清楚呀 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库拉皮卡的注意 他突然意识到 这个快问快答这个游戏 有自己独特的玩法 快问快答婆婆意识到 库拉皮卡已经明白诀窍在哪 心里不由地暗暗赞叹 这小子真聪明啊 婆婆怕库拉皮卡破坏他的游戏 于是勒令他不准跟其他人交流 库拉皮卡也只得暗暗着急 希望小杰和雷欧丽 也能找到破解问题的关键 婆婆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你不是被绑架了 你只能救一个人 你是救儿子还是女儿 雷欧丽和小杰在犹豫着沉默着 最后时间到了 他们也没做出任何回答 雷欧丽气得从旁边抽出一个大棍子 打算揍破破一顿 被库拉皮卡拦住了 库拉皮卡告诉他们 我们都已经通过测试了 你还要打人 不怕考官取向你资格吗 雷欧丽和小杰到现在都不知道 为何自己就过关了 库拉皮卡表示 这问题就像雷欧丽说的 根本无法用一句话带过 所以回答儿子和女儿都不对 唯一的答案就是沉默不作答 显然他们通过测试了 而之前的那个人虽然走出了小镇 但显然那不是一条生路 他早就死掉了呀 活泼对库拉皮卡的赞赏 已经藏不住了 一切都被库拉皮卡猜中了 真正的路 其实是在小镇一山不起眼的门里 通过这扇门 再走两个小时 就能到达大山树的那里了 在大山树下住着一对夫妻 他们是考生的领航人 只要通过了他们的审核 他们就会领着考生前往考场的 当三人到达大山树下面的时候 看到了一栋小木屋 木屋里一只巨大的魔兽 胸离狐正勒着一个女人的脖子 地上 一个男人躺在血泊中 看到小杰他们赶上来 胸离狐抓着女人逃之夭夭 小杰和库拉皮卡去追胸离狐 而雷欧利通小医术 他留下为血泊中的男主人包扎伤口 胸离狐虽然抱着一个人 但在树林里依然奔跑如飞 一个人绝对追不上他 好在库拉皮卡和小杰不是一般人 他们分工合作 终于堵住了胸离狐 小杰迫使他不得不放下抓着的女人 库拉皮卡冲上前 正好接住了女人 小杰追着胸离狐离开了 库拉皮卡就留下安抚女人 女人此时吓得浑身无力 十分迫切地想回到丈夫身边 可是他一激动 就露出了手腕的纹身 库拉皮卡看上去 眼前一亮 这纹身可不简单哪 这时候 留在木屋里照顾男主人的雷欧利 出现在了库拉皮卡身后 他说男主人的鞋已经止住了 他给男人吃了镇静剂 现在正在休息 于是他就趁此机会 跑出来看看两位好友 这里是不是需要帮忙 库拉皮卡不但不领情 反而面无表情的一双结棍挥出去 正好砸中了雷欧利的脸 雷欧利自知身份被识破 便不再隐藏 直接露出了真身 原来他也是一只胸离狐 胸离狐很好奇 库拉皮卡是如何识破他的 他明明装的样子 跟之前的雷欧利完全一样啊 库拉皮卡表示 动动脑子就会知道 在不确定魔兽 是不是还会反扑的时候 雷欧利是绝对不可能 把男主人 独自留在小木屋里的 既然他不会离开小木屋 那这个在树林里乱窜的雷欧利 自然就是冒牌货 啥也不说直接揍 也不会有错 胸离狐哈哈笑的跑走了 可库拉皮卡却将自己的双结棍 又横在了女人颈间 他早已察觉到 女人身份不对劲了 而此时小杰也发现了 一直追着他跑的胸离狐换人了 胸离狐的手段 全都被库拉皮卡和小姐揭开了 也就没必要再瞒着大家 他们一起回到木屋前 接下答案 实际上 大山树下住着胸离狐一家四狗 爸爸妈妈 带着两个变成人形的儿女 女儿表扬了 库拉皮卡的出色表现 自己手上的刺青 是故意画上去的 就是为了给考生留下线索 这是本地女子 为了表示终身不嫁的决定 自的标记 没想到库拉皮卡 出来乍到 就能知道这些 而且只看了一眼 就想到了 女人和男主任不是夫妻关系 并以此推断出 他们与胸离狐是同伙 拥有这样的观察力 判断力与头脑 库拉皮卡自然是 顺利通过了他们的测试 获得了参加猎人考试的资格 小姐和雷欧丽也同样出色 同样获得了参加猎人考试的资格 胸离狐一家人 亲自送他们去考试会场 三人来到会场后 遇到了新人杀手 东巴大神 看到东巴友善的笑脸 库拉皮卡当即就觉得 这人不对劲 无视信殷勤 非奸即到 所以当东巴给他们果汁的时候 三人的表现明显不一样 小姐是毫无芥蒂的 直接拿起果汁就喝 然后尝遍白草的小姐 就意识到果汁有问题 因为味道不对劲 看他把果汁吐出来 雷欧丽才赶紧停下动作 说明雷欧丽本身 就完全没怀疑过东巴 可是库拉皮卡 却直接将饮料倒掉了 他根本没想喝着东西 每每看到这里就让人心酸 小姐就跟当年 初初忙碌的库拉皮卡一样 对其他人毫无戒心 全靠一股野性生存 而在外面流浪了四年的库拉皮卡 已经不再那么单纯 经历过风霜的他 已经开始懂得对人察言观色 这都是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才会让库拉皮卡有这种成长 在第一场测试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不断的奔跑中 对于其他测试者来说 几小时的快速奔跑 让他们筋疲力尽 可对于那些准猎人 这种强度的奔跑 只能算是热身 库拉皮卡一开始还中规中矩地跑着 他是一个十分有教养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衣冠楚楚 一丝不苟 可是他遇到的是不拘小级的雷欧丽 雷欧丽跑着跑着就把衣服脱了 露出强壮的肌肉 看起来彻底放飞自我了 这种热情感染的库拉皮卡 他自然做不出 把衣服全脱赤膊上阵这种举动 所以坊间有传言说 库拉皮卡是女孩子 女扮男装出战的花木兰 当然这只是谣言 不过也从侧面可以看得出来 库拉皮卡平时的行动 确实十分保守 所以如今库拉皮卡被雷欧丽感染 狠狠心把外面穿的长马甲脱掉 已经算是撞去了 也许是脱了衣服就解开了枷锁 库拉皮卡找回了一点原来自己的影子 他十分难得的开始跟雷欧丽 聊起了他们库鲁塔族被灭族的事情 虽然四年过去 可这依然是他心里无法触及的伤疤 可在雷欧丽面前 这些说出来似乎没那么痛苦 毕竟你跟一头哈士奇伤春悲秋 一看哈士奇的表情 就悲伤不起来了 雷欧丽就是这样一个哈士奇一样的家伙 在他的怠动下 库拉皮卡都变得活泼了不少 沉默内敛的他 竟然在一天内跟雷欧丽吵了两架了 他们是在为做猎人的目标不同而争执 库拉皮卡毕竟是受过新世界行迹的熏陶的人 所以他觉得猎人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工作 库拉皮卡十分看不上雷欧丽 张口闭口都离不开钱的德行 他当猎人就是为了赚钱的话 库拉皮卡觉得雷欧丽玷污了猎人的名声 可雷欧丽告诉他 自己也是有苦衷的 如果他有钱的话 朋友就不会死了 这话戳中了库拉皮卡的痛点 他知道失去朋友的滋味有多痛苦 一下子就理解了雷欧丽 这也让库拉皮卡明白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还有他的血海深仇 别人也有着自己的遗憾和渴望 不能因为自己的认知 而否认别人的理想 所以从那以后 库拉皮卡再也没有吐槽过雷欧丽贪钱的毛病 经过了长城的隧道 大家就来到了充满魔兽和陷阱的迷雾森林中 这里到处都是危险 迷雾让大家视线受阻 很快就都跑散了 雷欧丽和库拉皮卡又跑在一起 他们两人还真是有缘分呢 两人在白茫茫的森林里跑着 突然发现 前方出现了一堆漂浮在雾气中的草莓 大家不明所以地站在原地 突然 一颗巨大的头颅在雾气中浮现 直接咬死了一个烤生 原来那些草莓 都是耍见草莓龟身上吸引人的诱饵 其他烤生吓得扭头就跑 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没被草莓龟吃掉 反而转头采了毒蘑果 被毒气直接熏死了 唯二没跑的 就是库拉皮卡和雷欧丽 草莓龟要吃雷欧丽 雷欧丽将一根木桩 卡在草莓龟的大嘴里 可眼看着木桩就要被草莓龟咬断了 千军一发之际 库拉皮卡没有独自逃走 他拔出了自己 伪装成双结棍的双刀 狠狠刺在了草莓龟的后背上 草莓龟疼得放弃了雷欧丽 两人趁此机会快速逃离 可是经过这样一耽误 两人与大部队彻底走散了 他们只能按照记忆中的方向往前跑 却不想看到了西索杀人 西索将围困他的考生都除掉后 就冲着库拉皮卡和雷欧丽缓缓走来 库拉皮卡迅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现在他们两人在实战经验 与战斗实力方面 跟西索有天渊之别 他们根本不可能是西索的对手 而且他们现在也没有时间 跟西索在这里浪费时间 要搞清楚 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考试 其他的都可以往后放 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赶紧逃走 库拉皮卡让雷欧丽听从自己的指挥 他出生的时候 两人就分别朝着两个方向跑 只有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平安逃脱 雷欧丽还是有些不服 看着一地死人 他很不想放过西索 但自己完全没把握能取胜 只得听从库拉皮卡的安排了 库拉皮卡盯着西索的动作 看他走了过来 手上拿出了纸牌 熟悉西索的人都知道 下一秒西索就要发动攻击了 就在这时 库拉皮卡一声令下快跑 两人用最快的速度往两个方向逃跑 西索也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看着很是少年义气的两个人 竟然能忍气吞声地逃走 不过就连西索都承认 这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库拉皮卡在短时间内能判断对手的实力 并且制定最合理的作战方案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地保存自身 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还能做到思维缜密 头脑灵活 这确实十分难得 只可惜这个做法太不雷欧利了 所以他没听库拉皮卡的 竟然又回去找西索单挑了 抛弃朋友独自逃生 也不是库拉皮卡的本性 所以他也义无反顾地 掉头回去找雷欧利 只可惜看到的 只是被打倒在地的小杰 雷欧利被西索抓走了 小杰很担心雷欧利 会不会被西索杀死 但库拉皮卡分析西索的心理 知道西索这种层次的高手 杀人与否全看心情 雷欧利和小杰已经得到了西索的认可 就算他们现在打不过西索 西索应该也不会舍得杀掉他们 不如等他们能力逐渐提升后 再好好打一场更有意思 所以其实在出狱的时候 库拉皮卡就完全摸透了西索的想法 能把一个变态分析得如此精准 库拉皮卡对人性的观察确实很厉害 等他们来到第一场考试的终点处 发现西索果然将雷欧利平安送达了 第二场考试是做烤猪 在抓猪活动中 库拉皮卡的情绪明显被小杰等人带得高涨许多 他竟然也不顾形象地学着小杰从山上划草而下 结果差点直接冲到野猪的嘴里 大家抓猪的过程十分顺利 不过如何做出好吃的料理 让考官满意就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 在场的考生几乎没有会做饭的 对付这么大一头猪真是难为他们了 所以对着考官交上来的考猪 考官门期没有一个是满意的 不过库拉皮卡经过观察发现 门期连尝都不肯尝一口 这就证明门期只是看都觉得这些料理没胃口 如何让门期先有尝一口的欲望 才是通过第二场考试的关键一步 库拉皮卡觉得料理的独创性也很重要 都说美食要色香味俱全 所以先做到色 或许味道反而不那么重要 听了库拉皮卡的话 大家豁然开朗 接下来的野猪料理 果然的样子就丰富多彩起来 尤其是库拉皮卡 将野猪做成了猪肉汉堡的模样 看他门期眼前一亮 让他难得的有了尝一口的想法 只可惜他尝了一口 发现味道并没有因为样子变得好吃一点 所以这次库拉皮卡猜错了 第二场考试 大家全军覆没 还好尼特罗会长亲自赶到 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家室 大家才勉强通过了考试 在第三场考试中 大家来到了一个烟囱一样的高塔上 只有在规定72小时内 下到塔底才算通过考试 有的考生是只从高塔的外围爬下去 结果被在空中巡逻的怪兽给干掉了 看样子这是打算让大家进入塔里呢 可是这里看起来每块装都严丝合缝 怎么才能进去呢 大家敲来敲去寻找入口 库拉皮卡敏润地发现 这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那就说明塔顶一定有暗门 大家是找到暗门下去了 幻音未落 小吉和奇亚就找到了翻转暗门 可是暗门有好多个 应该从哪个下去呢 库拉皮卡觉得 按照以前的考试内容推测 这几个暗门中间很可能有陷阱 而且这些暗门都是一次性的 用完就会失效 奇亚决定 大家每个人用一扇门 这样就算是有陷阱 也是自己运气差 怪不得别人 事实证明 库拉皮卡想多了 他们的四扇暗门 竟然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四个人到了一个封闭的空间 属于他们的试炼是组队进行的 需要五个人组队才能开启任务 没想到这次跟他们组队的 竟然是新人杀手东八 五人小队要完成的任务 就叫少数服从多数 五个人每到一个关卡都需要投票 然后少数服从多数 根据大家选择进行下一步操作 结果第一个关卡 大家就有了意义 一个分岔路 应该是往左走 还是往右走呢 一般人在这种时候 都会本能的选择往左走 可团队里两个智商担当 齐亚和库拉皮卡都选往右走 东八这个狡猪鬼自然会反着选 所以右边比左面是三比二 库拉皮卡给大家解释说 正因为一般人在迷惘 或者遇到岔路的时候 都会本能的选择左面 所以他们要想试探考官的底盘 就反套路的选择右面 其实从这几次的判断来看 库拉皮卡和齐亚 都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那就是聪明人想的太多了 有时候做选择 只要凭自己的直觉就好 库拉皮卡和小姐他们顺利进入塔内 一起人与东八顺着右面的通道 来到了一个悬空的擂台处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五个十分厉害的囚犯 库拉皮卡他们五个人与囚犯对打 五局三胜就可以通关 而对于囚犯来说 如果能拖着他们一个小时 就可以减少一年刑期 这简直是致命的诱惑 所以大家都绞尽脑汁 想办法拖延时间 面对考生们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因为在规定时间内 要是不能通关 这次考试也就失败了 第一场比赛 是东八自告奋勇上去作战 然后他表演了一招跪地求饶 震惊所有人 这一战结束的猝不及防 让敌我双方都愣在当场 东八真是一点也没浪费时间呢 第二场比赛是小杰出战 对手拿出一长一短两根蜡烛 让小杰选择 他会同时点燃两根蜡烛 到时候谁的蜡烛先灭 谁就输了 按照常理来说 肯定是短蜡烛先灭 所以选择长蜡烛就会赢了 但是对方会有这么蠢吗 他一定在长蜡烛上做了手脚 小杰回头问大家的意见 大家都十分纠结 根本拿不定主意 最后还是库拉皮卡决定不管了 他让小杰按照自己的喜好 去选择一根蜡烛 因为库拉皮卡观察到 小杰的野性直觉 或许很多东西 没法用科学的理论解释 但小杰的第六感很强 所以总能让他在关键时刻 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其实库拉皮卡的观察力确实强大 他看出了小杰头上 围绕着的那个主角光环 在闪闪发光了 事实证明 库拉皮卡是对的 因为对方准备了四根蜡烛 两根好的 两根动了手脚的 无论小杰选哪个 都会中他的圈套 所以这样一来 小杰的直觉不重要 他做什么才重要 小杰索性冲过去 把对手手里的蜡烛吹灭了 小杰赢了这一局比试 而库拉皮卡的决定 也没有让大家为了选择蜡烛 过于纠结 为大家节省了大把时间 第三个上场的是蓝巨人 库拉皮卡亲自上场战斗 蓝巨人十分嚣张地指了指 自己身上的19个心形纹身 说自己每杀一个人 就会纹一个心 现在自己已经杀掉了19个人了 而库拉皮卡 就是他要杀的第20个人 这样一来 胸壳的纹身就整齐了 非常治愈强迫症 蓝巨人拼命吓唬库库拉皮卡 说要杀人要鲜血要内脏 说得十分血腥恐怖 可库拉皮卡根本不为所动 只希望对方赶紧说出彼制规则 自己可是赶时间的 蓝巨人说规则很简单 就是两人作战 致死方休 战斗禁止携带武器 就是依靠双方互殴打死为止 其实蓝巨人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家伙 他说这么多 就是为了吓唬库拉皮卡 库拉皮卡害怕了 他就赢了 可库拉皮卡偏偏不害怕 甚至比蓝巨人更加跃跃欲试 想要赶紧开始战斗 蓝巨人索性开始蓄力 折腾半天后一跃而起 一拳打碎了库拉皮卡身旁石板地砖 库拉皮卡也就面不改色 只是淡定的躲开了 其实库拉皮卡早就看出来 这个蓝巨人只是嘴巴式 根本就是个外强中干的怂人 别说杀人了 他可能连打人都不太敢 现在的所作所为 就是单纯虚张声势罢了 一开始的库拉皮卡 也没打算对他做什么 顶多教训一下就算了 可蓝巨人偏偏找死 在库拉皮卡的雷区疯狂蹦大 他转过身 故意露出自己的纹身 库拉皮卡看到了 他身后有一个巨大的蜘蛛 这是蓝巨人的第二个大招 他一般是先用带了钢拳套的手 击碎点石头吓人 如果还不能将敌人吓跑 就露出自己的蜘蛛纹身 对方以为是旅团成员 自然就害怕了 其实如果仔细看看就能发现 蓝巨人的纹身 跟幻影旅团的并不一样 幻影旅团的纹身上是有数字的 而蓝巨人的蜘蛛上是一个鬼脸 但是库拉皮卡的怒火已经被点燃了 蓝巨人是不是旅团成员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库爷生气了 要揍他一顿来消气 蓝巨人还不知道 自己的盒饭已经热好了 孩子呢喋喋不休的说 自己是什么旅团四天王 旅团哪有四天王啊 结果库拉皮卡抬起头 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赤红色 看到这双眼睛 让人心里十分难受 现在就算他在外面暴露自己的火红眼 长老也不会来指责他 派罗也不会来帮他打掩护 父母更不会跟着他唠叨个没完 现在的库拉皮卡 已经可以在外面行走自由了 可他也没有家了 仇恨涌上库拉皮卡的心头 用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 冲到蓝巨人面前 一手捏着蓝巨人的下巴将人举起 蓝巨人正要认输 可他已经没机会了 库拉皮卡一拳打了下来 这时他红眼睛的时候挥出的拳头呀 威力令人叹为观止 然后蓝巨人就倒下 再也爬不起来了 库拉皮卡给他两个忠告 第一 是旅团的蜘蛛纹身上有数字 第二 是旅团的人不会费劲地数自己杀过多少人 第三 是这辈子别再提起旅团的名字 否则库爷必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库拉皮卡回到自己这边的阵营 把伙伴们都吓到了 此时他的眼睛已经变回了原本的颜色 库拉皮卡有点不好意思地表示 就算知道蓝巨人是吸背货 可还是被那蜘蛛气到了 严格来说 就算在生活里看到蜘蛛 他也会瞬间失去理智 没办法 这算是创伤后遗症了 怪不得在旧版权之猎人中 库拉皮卡在吃饭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毒蜘蛛爬过 他二话不说 眼睛瞬间变红 万死不活地躺在地上 也不能战斗 也不能认输 接下来的比试可怎么办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浪费 齐亚和雷欧利想让库拉皮卡 去把蓝巨人杀了 可库拉皮卡下不去手 现在去杀人就是趁人之威 不是君子所为 雷欧利十分暴躁 他提议 投票决定是不是要给蓝巨人最后一击 可是五人小组中有四个人 不同意给他最后一击 雷欧利躲在角落里生闷气 后来雷欧利上场跟女球对赌 逼得蓝巨人自己认输 可随后雷欧利又因为好色 输掉了几十个小时 真是成也雷欧利 败也雷欧利 第五局是奇亚上阵 他毫不犹豫地将对手一招摘心 完美赢了最后一场比试 在接受了输掉时间的惩罚后 五人再次上路 终于顺利地通过了第三场测试 经过朝夕相处 四个好朋友彼此间多了体谅和信任 一只孤独前行的库拉皮卡 终于再次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 再次有了值得托付后辈的朋友 第四场考试是在比鲁岛 考生们经历了此次猎人考试中 最复杂的一场考验 第四场考试是狩猎与被狩猎的关系 考生们根据自己身上的号码牌抽签 大家抽到的号码牌 就是每个人的猎物 自己的号码牌三分 猎物的号码牌三分 无关人士的号码牌一分 在考试结束的时候 集齐六分的考生 才能通过第四场考试 这次考试 每个考生都是单独出发的 所以并不会考察考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不过雷欧丽和库拉皮卡 还是并肩前行 很幸运 他们的猎物并不是彼此 所以他们不存在竞争关系 还能携手互助 彼此照应 其实早在上岛之前 雷欧丽就跟库拉皮卡说过 如果你是我的猎物 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听到雷欧丽的话 库拉皮卡也如释重负 因为他也是这么想的 结果刚开始考试没多久 雷欧丽就差点中招 他恰恰是东巴的狩猎对象 东巴大神的头脑 大家都知道 雷欧丽这种头脑简单的家伙 东巴大神联手猴子哥一起设套 雷欧丽果然就上当了 还好库拉皮卡及时赶到 帮助雷欧丽制服了东巴 猴子哥跟猴子一样 在树上乱窜 雷欧丽累得气喘吁吁 也追不上了 库拉皮卡一眼就看穿了问题的关键 他抓住了猴子哥的猴子 这样一来 猴子哥就不敢跑了 最后只得跟东巴一起 被库拉皮卡捆上了 雷欧丽这才知道 原来库拉皮卡的狩猎对象就是东巴 也多亏了这个巧合 要不然库拉皮卡 还不一定凑想能救下雷欧丽 不过库拉皮卡 也不敢留下雷欧丽 独自在树林里晃悠了 他决定跟雷欧丽组队 两人在一起 还能互相照应 原本这两人的组合 足以让他们平安度过这次考试 只可惜 他们遇到了西索 西索现在还差两分 月黑风高夜 他决定出去狩猎 不管对方是不是自己的猎物 先抓住再说 雷欧丽 雷欧丽看到西索的第一反应就是害怕 完了 这下他们要死在这里了 可库拉皮卡听西索说完话后 十分理智地分析 现在我和雷欧丽身上有四张号码牌 我的 我猎物的 雷欧丽的 还有一张一分的 雷欧丽是东巴的狩猎对象 所以不可能是你的猎物 东巴是我的狩猎对象 也不可能是你的猎物 那我的号码牌和猴哥的号码牌 就有可能是西索的狩猎目标了 库拉皮卡表示 猴哥的号码牌 自己可以给西索 但自己的号码牌 他不打算给 至于雷欧丽和东巴的号码牌 他也不会拱手相扰 西索要想拿 就凭真本是抢了 说着 库拉皮卡和雷欧丽纷纷拿出武器 摆出作战姿势 跟西索对战 西索很欣赏库拉皮卡 这种冷静分析局面的能力 无论在什么地方 他都能情绪稳定地制定出 目前对敌我双方最有利的方案 所以西索好心情地决定 就听库拉皮卡的建议 收下猴哥的号码牌 然后让库拉皮卡和雷欧丽离开 多亏有库拉皮卡的冷静周旋 要是雷欧丽独自面对西索 肯定被西索打得遍体鳞伤 然后抢走身上所有号码牌 告别西索后 雷欧丽和库拉皮卡 在树林里游荡了好多天 明天就是第四场考试的截止日期了 可雷欧丽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猎物 他甚至怀疑 是不是有考生 已经在终点那边 等着考试结束了 库拉皮卡告诉他不可能 这次的考试跟以往不同的是 就算你提前凑齐六分 如果没有保护好号码牌 还是有可能被抢走 不到最后关头 谁也不知道谁能通过考试 所以在这种规则之下 不会有人提前结束考试的 不过库拉皮卡还是决定 往终点那边走一走 至少看看 有多少人凑齐了六分 可是两人在终点那边看了许久 至少表面上 没有看到任何考生的影子 看样子大家都不敢暴露自己的情况 生怕被别人抢走号码牌 巧的是小杰这时候 我也感到了 三个好朋友是想到了一处 都想来终点这边提前看看 听说小杰也凑齐了六分 雷欧丽有点娇气了 她的猎物 应该是一个叫彭斯的女孩 可现在不知道 她的号码牌 是不是还在自己身上 雷欧丽一时间毫无头绪 库拉皮卡觉得 现在小杰的野性天赋 可以用一下 因为雷欧丽说过 她的猎物是一个 擅长用药的人 而小杰的鼻子十分敏感 说不定能闻到 彭斯身上的特殊药味 有了库拉皮卡的提点 小杰屏息凝神 还真捕捉到了 彭斯身上若有若无的药味了 然后猎拳小杰带头 三人一路走啊走 走到黄昏的时候 来到了一个山洞前面 小杰确定 彭斯就在山洞里 雷欧丽决定自己进去 毕竟那是自己的猎物 不好意思麻烦别人跟着冒险 不过库拉皮卡 只给雷欧丽三十分钟的时间 他说三十分钟后 要是雷欧丽还没有出来 那自己就要进去看看了 小杰和库拉皮卡 在洞穴外等了许久 一直没见雷欧丽的影子 两人担心地冲进了山洞 没想到雷欧丽竟然浑身伤痕 躺在地上 周围全都是碎了的死蛇 眼看雷欧丽的气息越来越弱 库拉皮卡和小杰 就要架着他去看医生 可是彭斯让他们别动 因为他们已经进了巴蓬的陷阱了 只要他们敢从这个洞穴出去 巴蓬的蛇 就会冲上来撕咬他们 库拉皮卡看了看巴蓬的尸体 发现他的手轻轻子子都是包 明显是被蜜蜂遮了 可是按理说 遮成这样可能会昏迷 但是不会死啊 库拉皮卡猜想 巴蓬应该是以前被蜜蜂遮过 人类被蜜蜂遮了以后 身体里就会产生抗体 如果再次被蜜蜂遮 抗体就会发挥作用 抵抗蜜蜂的毒素 如果蜜蜂的毒素太多 人体就会出现过敏反应 过敏严重了 就会产生过敏性休克 不及时治疗 就会导致死亡 而现在的巴蓬 就是这种状态 彭斯十分佩服库拉皮卡 你真聪明啊 这都被你猜中了 他当初就没想到 巴蓬曾经被蜜蜂遮过 结果他头上的蜜蜂 一起遮向巴蓬 就把巴蓬给遮死了 彭斯知道没人能解开这个蛇阵 他是打算放弃这场考试了 等考试结束 考官就会根据大家号码牌的位置 来解救被困考生的 可库拉皮卡说 彭斯能等 雷欧利不能等啊 库拉皮卡认为 巴蓬能布置蛇阵 就说明他身上肯定带有解药 所以能拿到解药 雷欧利也就还有救 库拉皮卡的头脑 和小杰不怕死的行动力互相配合 终于拿到了解药 救了雷欧利一命 经历了这次的危险 雷欧利也因祸得福地 拿到了自己需要的号码 凑齐了六分 晋级下一轮考试 第五场考试十分简单 所有考试只淘汰一个人就行 尼特罗会长将所有考试 排了一个顺序 大家两两对战 赢了的人可以通过考试 而输掉的人 库拉皮卡的对手是西索 两人象征性地打了一会儿 西索突然趴在库拉皮卡的耳边 说了一句话 库拉皮卡立刻就愣住了 西索没有再继续攻击 他主动认输 进入下一轮比赛 可获胜的库拉皮卡 却没有丝毫的喜悦 一张脸目染着 好像还在为西索说的那句话震惊 盲才他说的应该是 跟幻影旅团有关的吧 自从听了西索的话 库拉皮卡就一直心不在焉 就连发猎人执照 都没能让他高兴起来 不过很快 他就没时间抑郁了 因为小杰拉着他去哭哭露山 要把受欺负的奇亚解救出来 有了小杰这个小太阳 库拉皮卡的心情都明显好了不少 库拉皮卡原本是一个 明媚活泼的少年 可是因为太沉重的血海深仇 导致他将所有情绪都压在心底 如今在小杰面前 库拉皮卡终于短暂地 找回了曾经的自己 那个活泼热情雷厉风行的库拉皮卡 那个愿意为朋友 两肋插刀的库拉皮卡 又回来了 经历了猎人考试 库拉皮卡开启了自己的猎人之旅 接下来要经历的 就是有个新式篇章 这篇章是围绕着 库拉皮卡的故事展开的 在这一篇章里 他将与旅团成员正面对战 我们亲眼看着一个明媚的少年 双眼被鲜血染红 为了报仇差点失去理智 但好在最后 库拉皮卡还是守住了底线 他原本是打算跟旅团不死不休的 可是当小杰 奇亚 雷欧丽等人牵扯进来以后 库拉皮卡犹豫了 他在友情与复仇之间来回拉扯 如果狠心报仇 可能就要失去小杰和奇亚 但如果救了两个朋友 就会失去杀掉库洛洛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面对着两难的局面 库拉皮卡该如何选择 拿到了猎人执照的库拉皮卡 以为自己就是一名合格的猎人了 可以去专门给猎人 介绍客户的中介所登记了 可是中介所的老板 根本不想搭理库拉皮卡 库拉皮卡还以为老板嫌弃他是新人 老板说 其实有的客人是不介意用新人猎手的 但是 你连新手都算不上吧 你的测试还没有结束呢 你好好看看我周围 能看到什么 库拉皮卡一脸懵 他是什么都看不到 实际上老板用念在旁边制造了一个鬼脸 他告诉库拉皮卡 等你能看到了 再来找我吧 库拉皮卡可是发愁了 老板想让他看什么呢 自己应该如何努力呢 卢子走在街上的库拉皮卡又生气又绝望 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人跟他擦肩而过 过了很久 库拉皮卡走到树林边缘 他察觉好像有人在跟踪他 他回头刚好一颗子弹朝他射了过来 库拉皮卡偏头闲闲躲过 后面那个跟踪他的人 对库拉皮卡的表现十分满意 虽然看不到念 但他还能感受得到 这就说明库拉皮卡有足够的天分 跟踪库拉皮卡的人 就是伊泽纳比 伊泽纳比拿出库拉皮卡的执照 库拉皮卡大惊失色 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偷走的 他很想抢回来 可是库拉皮卡累个半死 也没有碰到伊泽纳比半根头发 伊泽纳比告诉库拉皮卡 想真正成为猎人 就要学会念 于是伊泽纳比亲自教导库拉皮卡学习念 真正属于猎人的试炼开始了 库拉皮卡跟着伊泽纳比 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念能力 开始进行水箭式测试 伊泽纳比说库拉皮卡是属于巨仙化系 听起来就不那么厉害 库拉皮卡有点失望 他更希望自己是强化系的 毕竟自己要找欢迎旅团报仇 伊泽纳比安慰他 人属于是哪个系是与生俱来的 不过库拉皮卡也不是没办法 学习强化系的招式 只不过不属于自己系的能力 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来 比如他能发挥具现化系百分百的能力 但也只能发挥强化系百分之六十的能力 但特制系比较特殊 不是你想学 想学就能学的 主要是要看血统 库拉皮卡还是应该先学好具现化系的能力 现在摆在库拉皮卡面前的是一个难题 他应该具现化什么东西呢 一般特别超乎寻常的东西 也没办法具现化 如果是锋利的刀倒是能具现化出来 可是市场上就有现成的脉 为什么要具现化这种东西呢 不过真刀并不能像具现化出的物品一样收放自如 这也是弊端 所以究竟要具现化什么呢 库拉皮卡思考许久 最后决定具现化锁链 因为锁链是最适合换业履团的兵器了 因为那些家伙就应该被锁链拴在地狱里 可伊泽纳比却觉得 真正被锁链束缚住的是库拉皮卡 再说了 想要具现化出不会断的锁链根本不可能 但伊泽纳比有办法让库拉皮卡的锁链接近不会断的状态 那就是制约与试约 制约就是制定规则 但心中以这个规则启示 并且彻底遵守 规则越是严格 使出的招式 越能发挥出爆炸性的威力 如果库拉皮卡想要让自己的锁链接近于无敌状态 就要给锁链制定自己的规则 不过这制约与试约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库拉皮卡自己违背了誓言 就会遭到念能力的反噬 轻则失去念能力 重则可能丧命 可库拉皮卡几乎毫不犹豫地就说出了誓言 他的目的就是把同伴的火红眼找出来 并且抓住蜘蛛 所以库拉皮卡想要的锁链 是指针对欢迎旅团使用的 说这话 库拉皮卡的眼睛变红了 他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发下誓言 于是便有了束缚中止链 但这跟中止链捆绑住欢迎旅团成员的时候 会让对方进入绝的状态 这样他们无法使用念能力 就跟普通人一样了 所说的那种让锁链接近不会断的状态 而库拉皮卡的制约 就是这一招只能对旅团成员用 如果对其他人用了这一招 库拉皮卡就会遭到反噬 当时库拉皮卡的眼睛已经变得通红 伊泽纳比托尔敏锐的茶具道不对劲 他提议库拉皮卡再做一次水箭式 结果这一次 就测出了库拉皮卡在双目赤红的时候 就会变成特质戏了 呼噜塔族果然是超级变态的种族啊 经过半年的勤学苦练 库拉皮卡终于完全掌握了念能力 他顺利的在中介所登记 库拉皮卡告诉老板 自己想找一个在有个新式拍卖会中 有一定权利的雇主 老板看了一下 符合库拉皮卡要求的雇主一共有三位 一个是首相爱好者 一个是古董盘子收藏家 第三个是人体收藏家 这三个人都是寻找贴身保镖 库拉皮卡听说人体收藏 立刻就想到了库鲁塔族那些被挖掉的眼睛 所以他选择了第三个雇主 当然选择是双向的 库拉皮卡还要接受雇主考核 通过后才能上任 库拉皮卡来到大宅子参加面试 同样来参加面试的还有不少人 管家播放了一段录像 录像里的男人给了每个人一个清单 只要找出清单上任何一样东西 就算考核通过 大家一看清单全都眉头紧皱 这个清单上都是变态的东西 女演员的毛发 木乃伊的右手 皮肤病人的皮肤 其中也有库鲁塔族的火红眼球 库拉皮卡只是看着眼球的照片 就浑身颤抖 他们身上的器官竟然被收藏家们当成玩物 甚至不惜杀害库鲁塔族的人 来满足自己的变态癖好 虽然库拉皮卡对这些收藏家恨之入骨 但为了能打入有个新式的拍卖会内部 他只能忍辱负重 争取通过测试 看完了录像 大家正要离开房间去找东西 却发现房间门打不开了 原来这也是考核中的遗像 看看他们能不能顺利离开这里 一群黑衣杀手从外面闯入 库拉皮卡首当其冲 对着那些黑衣人甩出无名指追魂链 他的锁链不光有针对欢迎旅团的招式 还有很多作战治疗的功能 比如此时在杀手们的枪林弹雨中 库拉皮卡只是晃动锁链 就能挡下所有子弹 他跃上高处 冷静观察战局 发现下方的杀手有11个人 三人持枪 八人拿剑 所有人都在跟黑衣杀手纠缠 库拉皮卡却突然冲上前 用匕首抵住了一个黄毛烤身的脖子 他让黄毛赶紧停手 黄毛无奈 只得撤攻 刚才还嚣张的黑衣杀手 瞬间变为空气 原来那些并不是真人 而是用气凝聚出来的人偶罢了 黄毛烤身十分诧异地问库拉皮卡 你是怎么发现我有问题的 库拉皮卡表示 如果在人群中拼杀 是不容易发现问题的关键点 可是从二楼俯瞰战局就能发现 只有黄毛烤身 没有受到杀手的任何攻击 之前库拉皮卡在二楼 被两个用剑的杀手攻击 他跃上吊灯 回头再看杀手 发现他们并没有跟着跳过来 反而还在朝着吊灯上的库拉皮卡 挥舞常见 库拉皮卡就猜到 那个发号失定的人 应该是下达了命令 让杀手们攻击距离自己最近的敌人 所以库拉皮卡一旦离开 他们失去了目标 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 库拉皮卡就想到 这些家伙不是真人 而是念人 能操控这么多念人的家伙 搭成是放出信念能力者 这种念能力者 对念的操控范围只有几公尺 所以这人距离大家一定不远 就在这个房间中 混在这些考生中 所以库拉皮卡再仔细一观察 就发现了黄毛的特别 所有人都对库拉皮卡十分佩服 在如此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还能冷静分析 敏锐观察 快速找到问题症结所在 单凭这头脑 就足以胜任保镖的池物了 黄毛说自己名叫夏琪 受雇于别墅主人 既然他们能这么快就发现 夏琪暗中动的手脚 那想必凭借他们四人的能力 一定能顺利逃出这种别墅吧 大家面面相去 怎么能说是四个人呢 他们现在明明是五个人哪 难道还有一个雇主的卧底 藏在考生当中吗 就在大家人心惶惶的时候 彼此之间更加不信任的时候 库拉皮卡走到众人面前表示 他可以测试一下 谁是那个卧底 库拉皮卡伸出手 将无名指追魂链 锤在每个人面前 一开始追魂链 一直锤直一动不动 等到一个梳着小辫子的黑哥面前 追魂链突然就摇晃了起来 大家也看明白了 这个小黑哥就是第二个卧底 小黑哥自然不服 说库拉皮卡诬陷他 但有见识的人都能看出来 库拉皮卡使用的这招叫做灵白 灵白以前是探险者 用来找地下水源 或者矿藏的一个技能 也被一些人运在占卜树上 如今更是被库拉皮卡 当成测谎仪了 可见库拉皮卡不光见多识广 还头脑灵活 可以把很多东西活学活用 在库拉皮卡的带动下 其他考生也分别用自己的办法测谎 印证了库拉皮卡的检测结果是正确的 小黑哥不能再伪装下去 便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确实是卧底 名叫史库瓦拉 是一个操作系念能力者 他事先在这个别墅里下达了某种指令 所以就算他的身份败露 考生们依然无法顺利地逃出别墅 在美女考生费杰的能力作用下 史库瓦拉说出了自己在这别墅内部 安排了许多被灌注了念能力的狗 他们会对考生们攻击 阻拦考生们的行动 费杰强硬地要求史库瓦拉撤走这些念狗 四个考生顺利离开了别墅 库拉皮卡顺利地找到了清单上的物品 他成了诺斯拉家族的一名护卫 护卫队长达佐涅给大家分配任务 库拉皮卡十分好奇 究竟什么人会对诺斯拉家族不利 因为只有知道了敌人的大致身份 才能预测对方是如何行动的 并且有针对性的进行防卫 按理说库拉皮卡的说法是正确的 可他毕竟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不理解黑帮的世界有多混乱 达佐涅告诉他 不要有这种投机取巧的想法 要记住 所有接近老大的人 都有可能是敌人 这也算是为库拉皮卡 上了初入社会的第一课 在那之后 库拉皮卡就化身门神 整天在诺斯拉家族 大小姐尼翁的门外站岗 他知道很多事情不能着急 现在西总还没有给他消息 他只能静观其变 很快拍卖会就要开始了 他们这些护卫部 光要随时保护大小姐安危 还要负责帮他拍下拍卖品 没想到尼翁想要的 最后一件拍卖品 就是火红眼 库拉皮卡心痛如刀讲 这双眼球的主人 或许就是他的亲人朋友 如今那眼球却成了拍卖品 供人观赏收藏 这一切都是幻影旅团造的孽 库拉皮卡更想将旅团成员 全部除之而后快 库拉皮卡告诉自己 一定要忍耐 幻影旅团一定会来 有个新式拍卖会 他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拍卖会开始的时候 库拉皮卡和旋律 被分配在会场正门口盯梢 库拉皮卡有一种大战前的紧张 奋斗中加达着跃跃欲试 旋律被这个心跳声吓了一跳 后来在看到拍卖品中 有火红眼的时候 旋律也听到了这样的心跳声 这是深不见底 极其愤怒的声音 他敏锐地猜到了库拉皮卡 跟火红眼有关 那一瞬间 库拉皮卡感觉浑石的血液都凉了 他瞬间冷静下来 将自己骷髅塔族的身份合盘拖出 因为这时候在库拉皮卡的眼里 旋律几乎是个死人了 他打算杀了旋律灭口 不过最后 他还是没忍心这么做 因为他是库拉皮卡 不是幻影旅团 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 这是库拉皮卡的底线 他本质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当然旋律也是足够聪明 他在库拉皮卡的心跳声中 听到了浓浓的杀意 他发誓 不会将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 这样才不会引来杀身之祸 拍卖会开始了 幻影旅团的行动也开始了 当库拉皮卡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拍卖会现场的所有人 都已经被杀死 尸体都被小弟清理干净了 打左拈命令所有保镖 一定要全力追查凶手 最重要的是 要追回拍卖品 当时大家还都以为是 幻影旅团把拍卖品拿走的 所以黑帮人如潮水一般 一波一波涌向幻影旅团 窝金杀得正兴起 其他旅团成员在一边玩牌吃瓜 谁也没有想过去帮忙 当时库拉皮卡还不知道 他们就是旅团成员 直到窝金将阴寿灭掉的时候 库拉皮卡看到了他身上的蜘蛛纹身 才知道他们就是仇人本身 库拉皮卡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他根本不管打左拈的命令 静止走向了战场 完全无视其他人的劝说或者命令 他要去将所有旅团成员全部杀死 旋律听得到库拉皮卡如今的心跳声 充满了强烈的憎恨和愤怒 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 旋律吹起了笛子 悠扬的笛声让人们有身临花海之感 库拉皮卡躁动的情绪也得以缓解 冷静下来的库拉皮卡悄悄隐藏在暗处 趁着幻影旅团的人不备 直接用锁链将窝金绑走了 此时窝金浑身中毒无法动弹 但他也根本没把库拉皮卡放在眼里 只是一根小小的锁链 能有多大威力 等他毒性缓解以后 就能轻松挣脱束缚了 可是没想到库拉皮卡的锁链越捆越紧 那强大的压迫感 让窝金完全无法施展任何力量 因为这就是只能用在蜘蛛身上的束缚中止链 当被这根锁链捆紧的时候 羽团成员会被迫进入绝的状态 跟普通人无异 是无法挣脱这锁链的束缚的 这就是制约与誓约的力量 当然窝金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以为自己是身中剧毒 才没有力气挣脱链链的 一行人将窝金绑到了地下室 给他下了大几量药物 让他浑身无力动弹不得 他们询问窝金 那些拍卖品的下落 窝金也不知道 毕竟那些拍卖品是阴寿拿走的 不是他们干的事情 窝金不可能承认 是他们做的 他们也绝不会抵赖 这是幻影旅团的原则 所以当听说所有参加拍卖会的人 都被旅团杀光了 库拉皮卡的眼睛气得发红 这些人真是杀人不眨眼 库拉皮卡吸的一拳 打在窝金脸上 好在被其他人拦住 打左宁表示 想把窝金交给黑帮处置 这时库拉皮卡接到了西索的消息 约他出去见面 库拉皮卡来到废弃的主题乐园 终于见到了西索 西索将幻影旅团的一些秘密 告诉了库拉皮卡 库拉皮卡好奇 为什么西索要出卖自己的队友 西索表示 他根本就不是旅团的老成员 他加入幻影旅团 本来就是想跟库洛洛打一架 可是库洛洛平时的防卫太严密 要是库拉皮卡 能把幻影旅团的人都干掉 只给他留一个库洛洛 西索做梦都会笑醒的 西索问库拉皮卡要不要联手 库拉皮卡还在犹豫 这时候接到旋律的电话 说窝金被人救走了 库拉皮卡最终约定 跟西索暂时联手 库拉皮卡回去后 发现不光窝金被救走了 队长打左宁也被杀了 所以他们现在群龙无首 库拉皮卡以其沉着冷静的性格 和聪明理智的头脑 很快得到了所有保镖的一致认同 于是 他成了诺斯拉家族的新任保镖队长 这样一来 在诺斯拉家族到来之前 这个家族留在有个心事的所有人 就都听库拉皮卡调遣了 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射陷阱 等旅团的人往下跳 按照窝金的性格 在黑帮手里吃了这么大的一次憋 肯定受不了 所以他拜托侠客登陆猎人的网站 调查了诺斯拉家族的产业 寻找了他们可能下他的酒店 窝金要去亲手为自己报仇血恨 所以库拉皮卡就利用了窝金的这个心理 他也登陆了恋人网站 查到诺斯拉名下的产业 库拉皮卡猜到 旅团成员一定会做一样的事 所以他就要在诺斯拉家族名下的酒店里 守住待兔 等着旅团成员的到来 当然 为了不让无辜之人受牵连 库拉皮卡让旋律他们带着尼翁 用假名开了个房间躲起来 这样就不至于被旅团成员发现了 总之就这样 库拉皮卡与窝金的震撼对决 即将拉开帷幕 窝金很快赶到尼翁下的酒店 库拉皮卡等他许久了 两人来到荒野开始战斗 在战斗以前 库拉皮卡先询问窝金 你们有没有对库鲁塔族发动屠杀 有没有抢夺火红眼 窝金似乎有点忘记了 毕竟 他们杀了太多的人 不会一一记得那些人都是谁 听到这个 库拉皮卡更加生气了 究竟是多么残忍的家伙 杀了多少人 才能连自己做过的恶都记不清了 但窝金后来想起来好像确有其事 具体因为什么屠杀库鲁塔族 他却最终没说 只是胡乱编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 或许荒野旅团屠杀库鲁塔族 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好看 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但库拉皮卡并不关心这些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知道是他们杀的 就足够了 两人的战斗开始 没多久 窝金就被库拉皮卡的束缚终止链捆住了 窝金妄想通过蛮力去争断铁链 但他努力了半天也毫无作用 吓得冷汗直流 窝拉皮卡说出自己选择窝金 作为第一个猎物的理由 首先 幻影旅团其实是一个 十分有团队合作力的团队 总是几个人一起行动 但窝金是里面的异类 因为窝金跟英兽打斗的时候 其他成员坐在一边玩牌 也不会上来帮忙 这就证明窝金喜欢单打独斗 窝拉皮卡把窝金约出来的话 就不会惊痛其他人 再加上窝金绝对自信 也不会在打斗的时候找外援 这才是最佳猎物 由于窝拉皮卡的制约与誓约 窝金被捆住后 强制进入了绝的状态 窝拉皮卡询问他 旅团成员的相关信息 可是窝金一心求死 什么都不想说 最后窝拉皮卡愤然将窝金杀死 顺手挖了个坑 把窝金埋了 等窝拉皮卡回到队伍里 他的大老板诺斯拉家主赶到了 家主表示 窝拉皮卡并不希望这些功劳 全都被那几个大黑帮抢走 所以他希望窝拉皮卡 能去跟着一起对付幻影旅团 正好想点功劳 如此一来 窝拉皮卡可以名正言顺地 跟旅团作战了 也算是带心复仇 可没想到他们还没有 对幻影旅团展开围剿 库洛洛就对尼翁下手了 他不但偷走了尼翁的念能力 还把姑娘打晕了 诺斯拉家主十分生气 让窝拉皮卡守在女儿身边 不要去对付什么旅团了 这让库拉皮卡十分憋屈 好在后来 十老头的人 叫库拉皮卡参加战斗 他们嘲笑库拉皮卡 一旦遇到危险就躲起来 这里根本就不是嘲笑库拉皮卡 其实就是在嘲笑诺斯拉家族 诺斯拉家族 无奈之下只好同意 让库拉皮卡先去对付幻影旅团 库拉皮卡虽然暂时自由了 但他还是迫切想知道 旅团的更多信息 就在这时 库拉皮卡接到了 小杰奇亚打来的电话 他们竟然被旅团成员抓走 直接不费一兵一卒 打入旅团内部 不光知道旅团的基地所在 还看到了他们的成员 甚至了解到了一些 他们成员的能力 小杰说他们要为死去的成员报仇呢 但库拉皮卡不想让他们 牵扯到这场争端当中 他跟西索的合作 也可以满足自己付出的需求 但是小杰和奇亚当库拉皮卡是朋友 朋友有难 他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库拉皮卡要是不用他们帮忙 他们就会生气 库拉皮卡犹豫了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骚动 是换运旅团打过来了 库拉皮卡猜到他们是来拿 最后几场拍卖会的东西 还有就是找他报仇的 他跃跃欲试 正要投入战斗 却被诺斯拉家主叫回去保护他女儿 库拉皮卡十分敬业 尽管不愿意 还是勉强回去了 诺斯拉家主决定把女儿转移走 库拉皮卡留下 继续与旅团对战 可这时传来好消息 旅团成员已经被杀手处决了 库拉皮卡十分惊诧和失落 自己还想亲手报仇呢 库洛洛怎么能死在别人手里 到这里我们都能看出 库拉皮卡的性格其实非常纠结 他很想自私一点 为了自己的复仇大忌 不管诺斯拉家族那些破事 可是每当诺斯拉家族给他打电话 尽管十分不愿意 库拉皮卡还是满足了家族的所有要求 他是一个非常有职业道德的人 总是尽可能地在不违背工作目的的情况下 为自己办一些私事 比如老板让他去盯着拍卖会 还让他去拍下火红眼 这对库拉皮卡来说是何其残忍呢 库拉皮卡无论多么痛心 也还是要帮老板达成目的 看着库拉皮卡悲伤地摘下隐情眼镜 脸上流下的不知道是水 还是为了族人哭泣的眼泪 为了亲手报仇的库拉皮卡心里十分空虚 他抽空去见了小杰他们 将自己的念能力的秘密告诉了小杰和奇亚 原本库拉皮卡是不打算把这个秘密说出来的 但现在旅团团长都死了 将秘密告诉朋友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可奇亚却告诉库拉皮卡 旅团幸存者中 有一个女的能读取人的记忆 还有一个叫信长的男人 一直在寻找库拉皮卡为窝金报仇 他让库拉皮卡一定要格外小心 库拉皮卡说 他现在已经无仇可报了 接下来就要找到族人的眼睛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的安全 可话音未落 他就收到了西索的短信 西索说尸体是假的 女团成员还都好好的活着 库拉皮卡大惊失色 而旋律那边也打了电话 说黑帮调查到 女团成员是来自流星街的 他们不想跟流星街起冲突 就决定与旅团停战 可是库拉皮卡不会跟旅团停战的 既然黑帮不跟旅团打 那库拉皮卡就主动出击 他跟小杰奇亚和雷欧利商量下一步计划 首先 库拉皮卡要奇亚监视旅团基地 主要是监视会读新术的派克诺达 然后小杰负责扰乱敌人注意力 雷欧利负责开车 当旅团成员的注意力都在小杰身上的时候 库拉皮卡将派克诺达捆上车带走 这样就没人能舍读新术了 新一轮的拍卖会即将开始 库拉皮卡认为 旅团成员肯定会在拍卖会开始前出现的 善良的他安慰即将同声共词的伙伴们 就算你们将我的秘密泄露出去也没关系 他还拜托旋律去帮助奇亚监视旅团基地 一切准备就绪后 女装大佬库拉皮卡上线 他要尽可能地伪装自己 不让别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旅团的人果然出动了 不过他们是根据那个火红眼的位置 试图寻找库拉皮卡的踪迹 他们来到库拉皮卡曾经下他的饭店 发现火红眼 已经乘坐电梯下了楼 还坐上车往某处移动 呼罗罗赶紧带着其他旅团成员 徒步追了过去 眼看距离仇人只有一步之遥 一向冷静理智的库拉皮卡也不淡定了 眼看前面是大堵车 而雷欧里没办法开车通过 呼罗皮卡直接跳下车 跑步去追旅团 也不管会不会被旅团发现了 小杰和奇亚也正好跟在库拉皮卡身后 呼罗罗果然感觉到有人跟踪 原本正在快速奔跑的几人突然刹车 吓得跟在身后的小杰奇亚和库拉皮卡 赶紧躲进旁边的暗像中 可是旅团成员用了凝 一下就看到了三人的藏身位置 呼罗罗带着马奇和小迪 缓缓朝对库拉皮卡的位置走过去 呼罗皮卡已经凝聚出了锁链 就等着要给库罗罗致命一击 小杰看了极坏了 一向冲动不计后果的小杰 都觉得库拉皮卡这次行动太毛躁了 他是不可能同时战胜旅团三个人的 所以小杰在库拉皮卡动手之前 先站了出来 他承认自己跟踪库罗罗 马奇和小迪认识小杰 他们说还应该有个小孩呢 奇亚无奈也走了出来 可怜的奇亚和小杰就被库罗罗带走了 眼看着好友未就自己被抓走 库拉皮卡十分愤怒 旋律在旁边提醒他 正是因为你的急躁 才让这两个孩子被抓走的 你还是不能静下心来的话 下一个被抓的就是你 在旋律的安抚下 库拉皮卡终于渐渐冷静了下来 冷静下来的库拉皮卡强得可怕 他设计在七点的时候 救出小杰和奇亚 可惜花园旅团的人 对两个孩子看守严密 小杰和奇亚没救出来 但库拉皮卡将库罗罗抓住了 与其说这次的计划是救小杰和奇亚 不如说是故意弄熄灯火 让小杰和奇亚自己逃出来 库拉皮卡的目标 自始至终都是库罗罗 不过想必库拉皮卡也准备了 小杰和奇亚没逃出来的应对方法 字条肯定是提前准备好的 要不然在短短几秒钟内 库拉皮卡没办法一边抓库罗罗 一边给派克诺达写下字条 字条要求派克诺达 绝对不准说出小杰和奇亚心中的秘密 派克诺达吓得浑身发抖 库拉皮卡这个对手太可怕了 他理智 聪明 冷静 敏锐 能洞察周围的事物 这样的对手给旅团带来了强大的压力 库拉皮卡用库罗罗当人质 让派克诺达带着小杰和奇亚来交换人质 事实证明 库拉皮卡的这个策略很对 差点搞得旅团打起来 可惜最后争端还是平息了下去 当派克诺达来交换库罗罗的时候 对于库拉皮卡来说 是十分艰难的选择 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守认仇认啊 但是好朋友在对方手里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库罗罗身上用念车下制约 让他以后不能使用念能力 还不能跟旅团的人有任何来往 可说完这些 库拉皮卡的心依然不好受 以前他认为只要除掉库罗罗 女团就能彻底瓦解 可是通过这次绑架库罗罗 他听库罗罗说过 他的存亡并不能决定旅团的任何人 就算他死了 女团依然会照常运作 如果有必要 女团甚至愿意舍弃这个团长 更别说现在库罗罗甚至没有死 只是不能使用念能力了 究竟能给旅团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库拉皮卡十分绝望 可是他没有选择 为了一己之私 不管朋友的死活 这种事他做不出来 而且在即将放走库罗罗的最后关头 库拉皮卡发现 自己最在意的 竟然是小杰和奇亚的恩威 这才是库拉皮卡 就算真的被仇恨染红了双眼 在内心也永远保留着善意 就算他真的失去理智 他也不会放任自己 做出违背道义的事情 因为这份赤子之心 让他无怨无悔地 踏上了复仇之路 也因为这份赤子之心 让他心甘情愿地放走了库罗罗 只为了换回小杰和奇亚 换回了小杰和奇亚后 库拉皮卡就生病了 高烧不退 一直昏迷了两天 可是库拉皮卡刚一醒来 问出的第一句话 就是担心尼翁小杰 有没有参加拍卖会 还问小杰和奇亚是不是安全 这就是库拉皮卡 经历了有个新事的一系列事情 库拉皮卡不会再因为仇恨 而失去理智 因为他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比起仇恨 库拉皮卡更希望珍惜 现在还在身边的人 他已经失去了很多人 朋友 亲人 族人 不能再失去身边的 这些同生共死的新朋友 所以如今的库拉皮卡 心态明显比之前放松得多 在复仇的路上 他也不会错过沿途的风景 如今的库拉皮卡 真正的成熟了 在之后的篇章里 库拉皮卡一直没有出现 他一直待在诺斯拉家族中 很长一段时间杳无依讯 等再次出现的时候 库拉皮卡身穿一身黑色西装 俨然一副黑帮内部人的模样 库拉皮卡成了 诺斯拉家族的二当家 尼翁失去了能力生死未卜 诺斯拉家族本来也没能耐 就是依靠女儿的预知能力过日子 所以如今整个诺斯拉家族 都是一具空壳子 被库拉皮卡轻而易举地抓在手里 库拉皮卡受到雷欧丽的推荐 顺利成为了十二支之一 代号为此 库拉皮卡最难得的一点 就是他虽然并非第一男主角 却是少有的一个在不断成长的角色 每一个篇章的库拉皮卡 都有自己的样子 从一开始猎人考试时的略带志气 到后来有颗心事的痛苦隐忍 再到如今的沉稳持重 一路走来 看到库拉皮卡的变化 也让人感到十分心酸 他从一个明媚的少年 变成了一个老成持重的领导者 他从一个喜怒都挂在脸上的人 变成了一个城府极深的人 这些都是成长的代价 库拉皮卡虽然经历了很多 但从未放弃寻找族人的眼睛 四王子这个变态 也是人体器官收藏家 他的收藏品里不只有火红眼 依稀还有派罗的头 所以库拉皮卡通过猎人协会 应聘成为了回锅肉王室的保镖 登上了黑金号 加入了继承战 并选择保护第十四王子 确保他能在继承战中活下来 跟其他的上位王子不同 第十四王子还是一个 尚在强宝中的婴儿 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对念能力和念兽更是毫不明白 只与母亲相依为命 所以库拉皮卡 对他们母子的作用就相当大了 尤其是库拉皮卡强大的念能力 对继承战的影响十分深远 很多上位王子 都对库拉皮卡抛来橄榄枝 就算不能将库拉皮卡收入麾下 也要跟他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 库拉皮卡更是在船上 开设了念能力培训班 以此提升弱势王子的力量 来平衡船上的各个势力 不让某些王子一家独大 这不但是为了保护十四王子 也是为了自保 顺便还能接近四王子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在黑金号上 库拉皮卡的能力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他掠夺食指链能力 得到彻底觉醒 之前库拉皮卡的五根锁链 有四根的能力已经十分明确 而食指链 却是一直没得到开发 他的师傅伊泽纳比 也建议他留下一根锁链备用 因为库拉皮卡 现在四根锁链的能力 都是针对单打独斗有用的技能 一旦对手是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 那么对于库拉皮卡来说 就比较难应付了 这时候库拉皮卡 就需要与队友的配合 才能完成战斗 所以伊泽纳比建议库拉皮卡 留下一条锁链 先不要开发 等需要的时候 再把需要的能力加上去 所以在黑精号上 库拉皮卡终于将 掠夺食指链的能力开发出来了 他将这根锁链插入对方身体 可以暂时地抽取 并保管其念能力 也同时让对方 进入与诀类似的状态 然后库拉皮卡 可以通过技能绝对时间 吸收念能力到 海豚模样的念兽中 念兽会对技能进行解析 解析后 技能就可以转移给他人使用了 完成这些流程 算是使用了一次 库拉皮卡的能力 才得以解除 如果没有完成上诉流程 能力无法解除 就要受到绝对时间制约的影响 每过一秒钟 都会折损库拉皮卡 一小时的寿命 所以库拉皮卡 这是在赌上性命战斗 目前库拉皮卡 依旧身陷在王子继承战志中 为了保护十四王子母子 甚至是其他一些 年轻的王子而竭尽心力 现在 他们已经与三王子 以及五王子他们结盟 尤其是与五王子的结盟 让库拉皮卡 很有希望得到荣基的能力 也许对王子继承战 甚至是他的复仇至关重要 老贼说过 库拉皮卡最后会死 这里也是有些心塞 还是希望库拉皮卡 能活着下船 并实现自己的心愿呢 我是黑白 下期见